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人们去查看 你有没有去雇用记录 麦当劳就没有回应 未能确定 老实说 有就有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 那为什么不回应 未能确定呢 于是 特朗普当然要串一下他 他去做了15分钟 他在麦当劳的工作履历 是比博錦麗多了15分钟 特朗普很轻松 最近特朗普开始很厉害 可能一些民调 好像一个 我看一些报道 有一个 叫Polymarket 叫Polymarket 他的民调 现在是上到 是上到 63.4% 特朗普 那賀錦麗 是36.4% 是不是这么 离谱 是否这么离谱 Polymarket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仲观 賀錦麗的表现 因为他不能回应 Polymarket 就不奇怪 Polymarket 就是加密币 特朗普的政策 就是对加密币有点 加密币有点 很多人都会投向特朗普 最近好像有些大户 都觉得势不差 于是Polymarket 不断赌 就买特朗普 所以 但是他连其他那些博彩公司 其实都是特朗普抛 在赌本 十几点 但是还有 还有一样 你要记住 今年 确定了 很多 特朗普的支持者 那些粉丝 都不回答 或者乱回答 那个民调 所以 民主党 其实是很厉害的 那 问完就是说 好了 现在我们一看 这一段时间出现什么事呢 看见一些事情 譬如有些州又说 不能够在当晚 即晚会出到一些 已经说定了 出到纪录 那为什么会出不到纪录呢 有些要求 就是 好像阻止阿州那些 就是 点票机点完票 是 人手再点多一次 是 为什么呢 那些法院都不给 是 为什么不给人手点多一次 为什么呢 就是你点票机 一定可以百分百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手不给 那些事不行 是吧 好了 好了 也都 现在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个知心的调查记者 叫做Emeron Emeron Robinson 就发了个quist 他就说 已经确认了 来自三个 Security department 的information 就是安全部门 国土安全部门 之类 他说 现在这么说 情报机构说 在大选前后 那两天 或大选那一天 中共和俄罗斯 会发动大规模的客客 我一看这里 那感觉是什么呢 这些我不知道是真新闻 甚至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新闻 这个人我知道是谁 Emeron Robinson 是不是会有人 铺定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说 喂 俄罗斯 中国会 吃我们 于是 有人 就可以用这个藉口 说 不承认这个选举 因为 是被人吃了 影响了选举賽果 会不会是这样的 说定些东西出来 你知道 港帝也有铺牌的 好了 如果是这样 那会怎样呢 我又想 我们就会逐步推 critical thinking 那 你当然 譬如 我这样说 譬如 现在我们是担心 民主党 说定这些东西出来 始终是我们的国家 机器也有了 媒体也有了 喂 我们将会被人吃 你了 那你不能防止被人吃 为什么要说定 原来就是因为 害怕 到时 无论如何 假如 特朗普的票 是 封闭式的进来 你连做假 做不撤 的时候 就可以被人吃了 改了我们的电脑 之而此类 这个也是为什么 不让你们投 人手 算票 是不是很配合 好了 到时 一间就一间 书 我想一下 那你们是不是 要去 用法律解决呢 那法庭会怎样呢 如果是受理的 受理民主党 你 那为什么当日你不受 特朗普 如果你不受理 那就糟了 好了 接着会怎样呢 宣誓 那你又会不会 呼吁别人 或者不用到宣誓那天 你知道那些黑暴 那些什么 bad life factor 惡人度 又出来 搞你搞阵 那又怎样呢 我这次真的觉得很好看 但我最后也是这样说 我不知道谁会赢 但是如果 很明显 好像刚才说 就这样说 那根本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让人数一票呢 为什么不能数一票呢 他回答不了 嗯 那机器数完 人数数很难合理 对吧 很正常 搞你了 为什么呢 但是 几年后 如果你共和党 都还是这么开心 这些 萧生 真的不想说 因为我不像你们那样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不合理 萧生 很多事情他自己分析过 但是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 他竟然说了 说 特朗普说了什么 他说要什么收关税 等等 你当这些说话 你是认真看的 你是认真看的 这个不是萧生 一向的思考方式 和智商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 你老母子是欧嘉倫 他们那些 老实说 在现在这个局面里面 他要卖你 假如是美国佬要卖你 无论哪个党上台 他都可以卖你 台湾 但是现在似乎 没什么可能 哪个党上台 哪个党上台 更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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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卖嘛 好了 甚至乎 如果特朗普 我真的想问一下 你支持 或者觉得 萧生这个说法 对的朋友 如果特朗普上来 他真的一个电话 搞定了 拜登 不是 普京 搞定了扎连斯基 真的停战 于是他们现在常常担心 那众成世界的侵略者 得不到懲罰 那个个都可以去打 他们觉得 好了 那你想怎样 我真的想问一下你们 是不是继续这样打这场仗下去 天天死 不知多少 几百人 几十人 天天死 继续死 永远打不完 永远打不完 我真的想问他们 停了战 不代表 不惩罚他们 最后不够够普京 即是多够愚 每人都可以继续够够你 多够愚 好了 但我们不要说这些 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哇 这些真是 这些东西 真是今天的主菜 今天 当然这两个大家都很熟 一个 就是在1996年来世 我们经常都去看它 保加利亚的 盲眼龙婆 巴巴曼加 还有 这个更加出名 还有 法国的声仗大师 洛查丹曼斯 的预言 洛查丹曼斯 竟然洛查丹曼斯 是说几百年前的 这两个 竟然这两个 是欧洲差不多近代 最出名的几个 其中两个 你问我 突然想起第三个 一说澳洲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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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小時候看《映華首期》 都看到的 好了 他說什麼呢 《寶加尼亞預言家 盲眼夢婆 爸爸盲家》 雖然是在1996年 即是我們回歸前一年已經釘了 但是深前的預言逐一成真 其實他現在預言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八成多的 那麼他預言過什麼呢 他說《2002年會發生地震 海嘯 洪水侵襲 水資源短缺》 那麼當年呢 澳洲3月7月有暴雨 意大利7月也有百多日沒有下雨 與預言不謀而合 說真的 你說這些事情 怎麼說呢 其實你也會中的 例如問我 那年世界會有洪災 水災 2025年 那年世界很亂 經濟不穩定 天氣很極端 有很多人會失業 很熱和很冷 當然有些地方會特別熱一點 當然有些地方會特別冷一點 但是不要緊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 我們要多吃點菜 多吃點蔬果 曬太陽 做了運動 個人要正向深善 變成印度神童 這些事情永遠對 對 另外 盲眼龍婆也預測到 2002年地震 台灣的地震 包括9月17日 6月4日和9月18日 6.8級地震 其實呢 你一定會有的 但是 他說 明年 會有更加多人死亡 他有兩大預測 2025年 就是人類滅絕的開端 進入世界末日的倒數 這個比較強烈 那是甚麼開端呢 倒數多久 倒數3,760個月 老實說 現在看現在的形勢 是相似的 所以正常的人 除非有些不安好心和幼稚病 惡惡惡的人 喂 現在的金仔都玩得這樣 喂 老實說 我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第一時間不想都不搞 我就搞那個金仔 你現在算是怎樣 你不是得罪我甚麼 你這樣令到我欲酸 原來金仔才是Hero 喂 你要人 有人 要駕駛 大人 怪不得 前陣子 普京都跟他一起 是有游車河 送一架車給你 是啊 是游車河 自己 英雄本色 不簡單 顯得我們就好賓州 好了 那你用這些場合 你說 你是真也好 假也好 假也好 你沒有強人 去駕駛怎麼搞 你怎麼被子彈拆過 那樣子都是揮揮揮揮的 這些還不是強人 你不要管其他事情會做成怎樣 都重要 你只是這個 簡直是天選之人 你現在這個時候 喂 當然 現在說回來 不好意思 但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事實來的 如果當日特朗普當選的話 這幾年也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 這個很明顯的 你現在答我 正是俄羅斯和烏克蘭死了的無辜 那幾十萬人 屌你老母 是誰給他們 還給他們 還給他們 誰還給他們 誰還給他兒子 他老母 他說 明天很關鍵 歐洲 會爆發 一場很嚴重的衝突 老實說 現在正在爆發 你說還會不會去第三 第四個國家 一點也不奇怪 特別是 有這麼多的移民 你說不算移民 你說烏克蘭和俄羅斯 會不會繼續 延落呢 也難說 或者新的國家參與了 不敢說 訊息萬變 現在這個世界的事情 他說 這兩個國家發生戰爭 影響全世界 甚至乎會令到人口滅絕 另外 這是第一個預測 神婆 另外 明年 是會有外星人造訪的 我就不會用這個來這樣說 我會覺得明年是否會有很堵的外星人 證實了外星人的新聞 因為外星人已經在地球了 肯定了 但是另外 另外 法國著名的聲象大師 諾查丹馬斯 透過聲象排列 也說 這個就是 大家巧合之處 他說 2025年 即是明年 歐洲土地 會爆發戰爭 甚至乎 會出現無政府的狀態 歐洲 會成為這場混亂的中心 事實上 一、二次世界大戰是從歐洲開始的 那你說要 撥亂反正 或者在亂上加亂 還是怎樣 打多一場 那些人也肯定 但是 無論是神婆 還是諾查丹馬斯 都說到2025年 他說 還說 明年不止是打仗 而且 古老的瘟疫會捲土重來 這個比敵人更加害怕 古老的瘟疫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不覺得有古老的瘟疫 我們今時今日對抗不了 你說有新的瘟疫 而這個瘟疫是不是以前出現過在地球呢 因為 現在地球 隨著DNA 和考古學 和地質學的發掘底下 其實越來 你要去逃避 是你自己的問題 越來越多證據證明這個世界 在這個次元的世界裡 是的而且確有過 其他的文明 是很明顯的了 甚至乎 大洪水 和我們的大宇治水 究竟是不是在說同一場水呢 似乎也有些苗頭開始看到 大宇治水其實就不是在治著 我們陳州大地的水 大宇治水是在治著全世界的水 而那時候 土地的相連性 是 流落了一些傳說給我們 以為是我們陳州大地的人 因為現在你看回 南美洲 南北美洲 Indian 其實他們很多習慣 和DNA裡面 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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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書中的預測 是白師集 白師集 叫做諸神記 諸世紀 就預測到3797年 3797年 真的有段時間 有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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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到倫敦大火 有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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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兩人 的命中率 這麼高的人 其實你們這些外國也好 和我們中國特別圖也好 其實現在很難去猜 一定是事發後 自己去 對號入座 但是 兩人都是說 明年 2025年 有大戰 在歐洲發生 會有瘟疫 和外星人 會出現 多次來的病毒 這個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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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中國屬數都認為 現在這個 是未走的 不過我們的身體 適應了 這個意思 Anyway 不要緊 大家唯有時候多福 或者上來買回來 好 明天再見 拜拜 那 我們 提示 對 有